大家好,我是阿渡 在陕西西安的白鹿园 有一座汉代的皇陵 她呢就是汉文帝的霸灵 在霸灵南侧就是为她的皇后 窦太后的母 这窦太后的一生也是非常传奇 她是出身普通农家 但是呢,她的儿孙子之皆富贵无比 汉文帝刘红呢是对她是非喜爱 她为刘红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女儿呢就是长桃管公子 长子刘起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小儿子刘五就所谓梁王 我们之前在盲道山所看的梁王陵 就所谓梁王的墓 这窦太后它庞大一个风土是成副斗形 而且呢是平地七种 它和她的父亲霸凌是完全不一样 这汉文帝刘红呢和这窦太后墓 它是一座合葬墓 在这汉代呢它是同营不腾穴 不在一个墓穴之内 但是呢这两座墓两个分钟不会相距太远 但是来到实地所看的这两座陵墓 它是相距甚远 虽然有人怀疑现在在凤凰嘴那一座的霸凌 并不是为这汉文帝真正的黄陵 这个问题呢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谜 只有确定了这窦太后她的墓 来确定一下霸凌的位置 这窦太后她庞大的风土呢 是在这马路的一侧 在她上面还有她底部都激进于这个四边形 在她的南墙还有她的西墙 是发现当时城墙的痕迹 而且呢在她的整个陵园之内 还是发现了铜瓦和白瓦 在汉朝初年经过这文景之子 将这汉朝国礼是迅速提升 但是这文帝和景帝都是非常节俭 他们生前如此 死后也是如此 这汉文帝就留下一命 要伯涨 但是景帝为了孝顺 是放了很多珍贵的文物 这个豆太后 他一直火到这汉武帝时期 到景帝去世六年 他才去世 所以呢他是非常的高寿 汉景帝对他非常孝顺 这汉武帝对他这个奶奶也是非常敬重 所以呢这他去世之后 他的仗礼是由汉武帝来操办 所以呢汉武帝不会对他进行波障 这里呢就是豆太后的一个 全国重点文物宝贝碑 在文帝时期他是皇后 在景帝时期他是太后 到武帝留次结尾之后 他就是太皇太后 在后面就是为他一个庞大的风土 这位豆太后在他的下半身 他也是用着极大的权力 但是他没有向旅后做得那么绝 因为在文帝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景帝级尾 对他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这位豆太后呢 他所选的这座墓的位置呢 也是非常好 我们是走一段的爬山路 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呢在他墓主旁边 是一条马路没法停车 在他不远处呢 有一个停车场 也是相当于一个观景台 从这里所看 他这里景色呢 也是非常不错 前面这条黄色的 就是所谓霸河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这个汉潮 非常有权势的女人 豆太后 下视频见 再见